下面 让我们欢迎德国的李彦玲同修与我们分享 开车遭遇严重车祸 菩萨慈悲保佑 有惊无险 遇难成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无我利他的台长师父 感恩各位法师 感恩各位佛友 以及义工们 感恩大家 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做分享 我来自德国 修习心灵法门以来 有很多的感悟和灵验实力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发生在我先生身上的事情 他证实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依人学佛 全家受益 佛法无国界 处处观世音 不管是哪国人 只要你求了 菩萨就会救度 只要你信了 就会灵验 我先生是德国人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但他对佛法从不排斥 很认可佛法的理念 对我设佛台 参加法会 参加共修放声等活动 都很支持和帮助 并去参加了德国和荷兰的法会 2011年 我离开家到外地打工去了 当时 我刚学佛不久 每天除了工作 吃饭 就是念经 念小房子还债 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11点 先生给我打电话 情绪很沮丧地说 他刚才梦到他妹妹了 梦境像有闪电 但很暗 妹妹表情严肃地 对他招手说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他惊醒了 感觉很悲哀 很压抑 他妹妹在三年前 就因心机梗似去世了 我想是要给他烧小房子了 然后我许了两拨 共42张 这一年是我先生369的关节年 在三月份生日的第二天 他突然感觉胸口堵得慌 喘不上气 躺在床上根本起不来 叫了医生后 马上就送去医院住院了 但具体查不出病症 没有吃药 只是吸氧 我马上给他烧小房子 一天一张 每天看着他明显的好转 一个星期就出院了 正如师父提醒说的 生日前后 是要特别当心 后来 给他妹妹念完 42张小房子后 就打电话给妹妹的女儿 她说是梦到妈妈了 穿得很漂亮 面带笑容 显得很年轻 小房子 真是太好了 就是那么灵验 不管是中国人 西人 同样有效 2016年的元旦那一天 我们去法兰克福 参加德国观音堂的 共修放生数十聚餐活动 当天先生身体不舒服 他没有参加活动 下午四点 我们开车回家 当天 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了 上车后 我许愿念诵 消灾吉祥神奏和准提神奏 祈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们能一路平安顺利 回到家 开始时 先生心急 车速开到了160公里 我担心他身体不适 让他减速 开到120就好了 在我们离开法兰克福 大概80公里时 我突然发现 高速公路边的水泥反光柱 在车的正前方 迅速消失 一根 两根 三根 我还在诧异呢 车就稳稳地停在路边的泥沟里了 我看看先生 他也看着我 我说怎么把车停在这里了 他说 他也不知道啊 然后掏出手机要打电话 但手机却没电了 这时 路边有一部车停下来 司机下车跑过来 焦急地敲窗 神情紧张地问 发生什么事了 有没有受伤 需不需要帮助 然后 他拿出手机 帮忙报了警 当时因为天气很冷 沟里长满了草 也不知道是否有水 我们都没有下车 只是在车里等着 我的感觉是 车子没什么 没动 没摇 也没晃 只是莫名其妙地 停到沟里了 正在想着 怎么样才能开出这沟呢 警察就到了 先给先生测了酒精度 然后问了很多问题 这时 我才下了车 我发现 我这边的车门被刮坏了 车轮盖也凹陷了 再一看 整个车轮都没有了 一根铁标杆被创断 挂在了水沟边的泥坡上 上到公路 看到右前轮 落在了后面 一百多米处 还有好几根水泥杆被创断了 眼前的情景 惊得我 木灯口呆 连呼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再看看 我和先生的胸前 都带着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我们马上双手合十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慈悲 保佑我们 游险无惊 遇难成乡 躲过一劫 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 在一月底的一天晚上 半夜两点多钟 我突然醒来 透过窗外的月亮光 看到先生的碎肢 与平时不一样 两面躺着 腿是曲起来的 正常的情况下 在这个时间 我是不会醒的 因为我十二点钟才睡 正是深睡的时候 而且醒来时 感觉很清醒 眼睛也没有 睁不开的酸涉感 就像睡够了一样 过后我想 一定是菩萨妈妈 让我醒来的 当我看到先生的异样 我就伸手去拍他 感觉像是拍到了木头上 他浑身僵硬 我马上起床开灯 一看 只见他眼睛翻白 嘴角有口水 只有吐气 没有吸气 我用力拍打他的脸 一点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且还尿失禁呢 我想 这不是心梗 就是脑梗 怎么办呢 叫救护车 最快也要十几分钟 叫隔壁邻居 也帮不了忙 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 求人不如求己 我拿起了他的手臂 使劲拍打起来 打了大概有十几分钟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是觉得没有那么硬了 突然一个念头散过 赶快求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一定会救他的 我马上换了另一个手臂 边呼唤观世音菩萨 边继续用力拍打 几分钟后 他就醒了 有知觉了 把我的手推开 不让拍打 因为太痛了 这时 我才常常地 出了一口气 双手合十 眼含泪水 管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又救了我们一次 然后 我才打电话 叫救护车 医生来时 我先生已经清醒 能够回答问话了 送去医院后第二天 已经像正常人一样走动了 一切都恢复得很好 没有后遗症 现在工作生活 一切正常 通过这些事情 通过这些事情 我深深地体悟到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体悟到台长师父 实时督出我们 好好学佛 精进修心的良苦用心 实践证明 学佛 是能够改变命运的 学佛 是一定会改变命运的 弟子在这里 向观世音菩萨 悵 弟子学佛 不够精进 没有时刻 把观世音菩萨妈妈 放在心中 大难来临 不知道第一时间 呼唤菩萨妈妈 向菩萨妈妈求助 弟子在这里 真诚感恩台长师父 感恩学佛 让我在灾难来临时 没有惊慌失措 没有六神母祖 师父说 定能生会 也正是学佛 才使我淡定 赢得了时间 赢得了生命 感谢了我的人生 现在 这世界反复无常 谁也不能预料 哪天灾难会降临 无常会来到 只有学佛了 修心修行了 有观世音菩萨 做坚强的后盾 有台长师父的正确指引 我们才有抵抗灾难的能力 才能遇难 成乡 我的分享完毕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请龙天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感恩大家 感谢观看